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边防某营的一位参谋表示 每次在执行任务前 他都会在包里装上两样东西 一个是汽油 另一个则是国旗 他曾告诉战友 戴上汽油是因为 如果自己倒下 也要拼进最后一口旗 把边境线上的非法标志物烧掉 戴上国旗则是因为 即便自己倒下 也要把国旗插在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旗干的一部分 去宣示主权 解放军守卫国境的决心是坚决的 边防团的战士都向组织提交了请战书 在某一线哨所和加勒万河谷战斗英雄的照片 一同贴在墙上的 就有战士们的请战书 许多战士在请战书中写道 我请战到一线没有戒备的地方 用我的身体战成祖国的戒备 还有一位战士在请战书上写出 为了祖国安宁 我早已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的誓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